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新闻家园 欢迎收看11月17号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一起意外消息 位在雾峰五幅的一处工地 疑似因为施工不慎 导致一旁民宅后方部分建物 连同挡土墙一起倒塌 而另一边住宅的围墙也遭受波及 居民表示这处工地从半年前开始施工 16号晚间突然发生巨大声响 才发现后面部分建物倒塌 目前已经先行围起封锁线 避免发生危险 从画面中可以明显看见 挡土墙以及部分建筑物崩塌 地面上的红砖原本是民众的住家 现在去成了断圆残壁 疑似因为一旁的工地施工时 没有做好安全措施 导致住家遭受持余之殃 去大楼 地区留下可能是 你我先穿了什么 还是当初先穿了母书 在那天晚上7点外 我要去崩塌 我两间鱼的房子也崩掉了 现在挂来到我的三楼的这里 我就在惊惊三楼就说去崩塌 所以现在看下去很危险 这处位在五福路上的工地 从半年前就开始施工 没想到在16号早上刚要动工时 一旁的民宅围墙就突然倒塌 到了晚上六七点时 突然一声巨响 万里一边两间民宅后方的部分建筑物 连同挡土墙瞬间倒塌 只剩下下方裸露的土层 酌性当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我本来是好好的啊 昨天早上就突然八点多的时候 他们要动工的时候就开始就 就全部崩掉这样子的 我们五福路 两百九十房的县建大楼 县建大楼当中可能 我们安全设置做不好做 做成我们选择地 有两间房子 倒塌一间也很严重 这个三间房子也许古厨 整个都倒下去 现在我们叫我们刚才去 是不是说 那个危险性立志停工 然后改善包括 要有人这个 要把这些背上好事 然后再改工 疑似因为施工时挖掘不慎 没有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才会酿成意外发生 面对倒塌毁损的建筑物 居民是相当无奈 目前已经为起封锁线 避免发生危险 而居民也希望 舰上或是相关单位 能够尽快提出解决办法 不要让他们有家贵不得 建成砖台中财富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